企業和醫療團隊聯手工業給台灣 要來看的是聯華電主觀景的大拿主作便宜 兩台計劃算消毒機起人 以消毒機的製作上頂重 也受到聯電的生產感受 決定要來加罵一台 疫情熱靈性在25號的觀景意識 是特別感謝到企業的成績 當時也溫樂的國修工業的第一季 來提供分家地区的民眾安全 不需要煩惱的醫療服務 關鍵的三台計劃算消毒機起人 是由唯一台灣通行丁重公司來製作 以行銷國來外 殺菌後藥比一般傳統計劃算消毒方式 提升30位 殺菌率1999.99% 在一前佛法支持 只消毒機器人在醫療機構 可以燈飲到重臨 之前也有關鍵過 哪靠台南頂頂 今天由聯電一級 頂上火手關鍵三台 讓大拿請坐便宜 我想這個是這樣子 每一個醫院都有消毒的設備 那現在這次捐贈的是一個高效能 也就是說它的效能是高於 我們正常紫外線消毒的30倍 那它能夠在短時間本來兩個小時消毒 現在是15分鐘就能夠完成 這是一個比較高效能的消毒設備 當然就是能夠對於空間的這個挪用消毒 因為使用過就必須要消毒 它的這個空間的一個使用力會大五的提高 好 我們公司所開發的這部機器 因為它比一般的燈管的效能高上好幾十倍 所以它能夠有效的在醫院裡面發揮 它對各式病毒細菌 當然包括了我們這次的這個 COVID-19的病毒的殺菌的作用 一部的成本或價格 我們大概是在百萬左右 前生前的超級公、烈菌、利器人 運用高能量、優惠實況 進行環境、烈菌、消毒的消毒環境 有效益的協助醫療醫所 提升感染方向的考慮 和醫療合作贊不贊 世西新聞副片董 端阿町 蔡宏佛德 預備這樣的一個無人機產業 不只是國防的 它還涉及到民間 所以它可以帶動 所有這邊產業居留的發展 被變成未來嘉義的亮點產業 那我想這個才是整個嘉義 跟其他縣市可以發展出不同道路的 一個很重要的路線 我們感謝長期以來 資源台湖的糧食生產 讓我們沒有後腹之用 我們也非常高興看到 我們嘉義縣有一個新的保障 也就是將未來世代最重要的產業 能夠在這裡落腳 在這裡生根 中文字幕提供 最重要的 大家看起來